Bismillah, walhamdulillah, wassalatu wassalamu ala rasulillah,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 amma ba'd,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sheikh Ahmad Didat sheikh Ahmad Didat, rahimahullah,可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大义宣教者之一 他出生在印度,在南非长大 他的成长经历使得他对基督教了如指掌 所以他最终也成为了这方面的一个专家 就是专门去与基督教徒宣讲和介绍Islam的一个专家 很多时候当他与一些基督教的牧师、学者去辩论的时候 观众经常发现他对基督教、对圣经的了解超过了这些基督教的牧师和学者 有些基督教徒跟他辩论的时候引用圣经中的内容 而sheikh Ahmad, rahimahullah,会指出他们的错误 你引用错了 这个词不是这样的,在原文里是另外一个词 因为他对不同版本的圣经基本上都是倒背如流 所以由于他的如此渊博的知识和非常有自信的这样的一种呈现 全世界范围内许多的穆斯林因为看了他这样的视频和这些辩论 而极大的提高了自己对Islam的信心 很多基督教徒也开始认真的去直面和审视一些自己的信仰体系当中所存在的漏洞和明显的矛盾 很多人也因为sheikh Ahmad,礼句非常详实的这样的介绍而接受了Islam 所以sheikh Ahmad, rahimahullah,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inshallah有机会可以专门做一个视频 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但是今天在这个视频当中 是想跟大家分享sheikh Ahmad, rahimahullah 在一次演讲的结尾的问答环节当中的一个答案 那么是有一位苏丹的兄弟 问了他一个问题 大致就是关于在一个以非穆斯林为主的社会 我们如何与非穆斯林去交往和交互 怎么样处理这样的关系 大概是这样一个问题 而sheikh Ahmad,礼句, rahimahullah,在他的回答当中 一开始先是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对非穆斯林要有一种真诚的尊重和关怀 当你做大外工作的时候 你应该认识到这是一种服务 你是在服务他人 你没有高人一等 你没有因为你的信仰而高人一等 因为我们的信仰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谦卑的 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被造物 只是仆人 而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感到傲慢 但他说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共有的一个疾病 他说是一个sickness 就是这种傲慢 觉得我们是掌握了真理的 我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些苦发的文化 我为什么要学他的语言 我为什么要了解他的生活习俗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说这样的一种傲慢 反而阻止了Islam 到达这些人 因为你如果想要向一个人介绍 你的信仰 你首先得让他愿意听才行 你得赢得他的内心 而如果你不尊重他 你是不可能赢得他的内心的 所以他就举例说 在马来西亚 那么华人与马来人 在同一个社会当中就过去了这么多年 但是很多马来人连用中文打招呼 就简单的早上好都不会 一句中文都没有学 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去 哪怕学会用你的语言跟你打招呼 跟你问候一下这样子 而他对这样的情况感到非常的失望 他就说我们应该去学习 这个他人的文化 而语言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了解了对方的文化之后 你才能够用他所愿意接受的方式 他所能够接受的方式 他所能够理解的方式 去向他传达Islam 而他最终取到了一个中文的例子 他也提到这个Sahaba 是来过中国的 最早的时候 他说Islam到达中国 比印度早了500年 我们也都听说过 在这个广东省 也是一个非常引以为豪的 一件历史事实 就是Sahaba 来过中国 然后他就 Subhanallah 的确是对不同文化都有了解 所以他就学会了 这样一句广东话的问候 而这句问候 当他在这个回答当中提到的时候 让他开始哽咽 甚至几乎要流出泪来 这是为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然后以Sahaba 我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和讨论 Miyah 你会说 Have you eaten Have you eaten That's a salutation Have you eaten No, they know what hunger is We Muslims We Muslims ought to know We fast for one whole month But we don't realize What hunger is We don't It's just a routine Ritual We go through The Chinese knows What hunger is So every time He meets a person He says Have you eaten If you haven't Whatever is They come Sit down Eat I want to You Some clever guys here See if you can better that That's the humility The compassion That he has For human beings But he's a Chinese Chinky You know He's gonna go to hell He's a pig eater And a wine bieber Learn Learn to humble yourself Win people's hearts 那么 Sheikh Ahmad 所提到的这句问候 在广东话里 Siktofa Mai 但是 普通话 其他地区 我们也用 吃了吗 吃饭了吗 不同的方言当中 我发现 几乎各地 都有普遍的 这样的一种问候 蓝州人 早上见面 也是 吃了没有 说明 Sheikh Ahmad 首先他观察得非常敏锐 他学到了这样一句 很普遍的问候语 然后为什么这句话 开始让他 这么激动呢 情绪这么激动呢 这就真的体现出 人与人之间的 心灵的状态的不一样 随着一个人的信仰的提升 他的心应该变得越来越软 他的 人词 也会提升 而且就像之前 这个 《诗语中》系列的思维造化 那一集当中提到的 以漫无尽 他说 如果一个人真的有 有理智 有动见 有敏锐的话 那么任何一件事物 对他都是一种 警醒和提醒 和参考 所以Sheikh Ahmed 他在这句中国人 常见的问候语 吃了吗 当中提取到了 对他自己的一种提醒 而观众们 许多的观众开始笑 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就是只是因为 这个文化不一样 他们觉得这是很可笑的 用吃了吗 作为一种问候 他们觉得这是很荒谬的 但是Sheikh Ahmed 他说 他们的这种问候 这种表达当中 有一种humility 有一种谦卑的精神 所以他在观察到 其中值得学习的品质 他从任何文化当中 在提炼出 符合Islam的信仰的 并且对我们的信仰 有益的营养 他看到了 吃了吗 你吃了吗 这句问候当中 Sizofa美 里面的 首先这种谦卑和关怀 因为如果你没吃 我就准备好 我请你 我给你提供吃的 这是一种 人与人之间的compassion 他提到关怀 然后他也说 Chinese people understand anger 中国人理解饥饿的滋味 这个也是很真实的 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人口 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很大的人口 而自古以来 可以说 这么大的一个人口 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和威胁之一 就是饥荒 就是饥饿 而中国的历史上 也不断的有饥饿的出现 有时候是战争导致的 有时候是 这个 就是自然灾害导致的 所以中国人理解饥饿 而保留下的这样的一种问候当中 体现了对 食物这种 尼阿玛的 这个 认可 就是他们认可到了 食物不是一种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不能够 觉得是 自然而然的 而是应该感到感恩的 是应该有这样一种 敬畏之心的 所以 圣诞阿玛在这句中国人的问候当中 提炼出了这些精神 他说我们穆斯林每年都封斋一个月 但是 对于很多人来说 沦为了一种仪式感的 就是一种过场 就封个斋 封一个月就结束了 没有从中真正的去体会到hunger 体会饥饿 和体会那种 谦卑和敬畏的感觉 他说反而在中国人的这种日常的问候当中 你吃了吗 有这样的关怀 有这样的谦卑 有这样的敬畏 所以 我们可以就是反思一下 我们作为中国人 作为浸润在中国文化当中的 在这个文化环境当中成长的人 有没有像 圣阿玛的达 去带着这样一颗敏锐的 有洞见力的内心和眼睛 去审视和观察 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化现象 我们有没有在 我们所接触的 所这个 学习到的一些文化内容和现象当中 提炼出 对我们的信仰有益的 能够起到提醒作用的 能够让我们开始哽咽和善然泪下的 这样的营养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应该向圣阿玛的达 去学习 去认识到 伊斯兰他不是 他与文化不是一个 针尖对脉盲的分开的关系 不是井水与河水的这样的 互不相反的关系 不是分庭抗议的关系 之前山静也有过多次的内容 谈到这个 伊斯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伊斯兰他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他可以从各个文化当中 提炼出美好的 和这个善良的和优秀的品质 然后纠正和清除那些不好的邪恶的品质 但他不是要全盘的推翻 或者抵触任何的文化 所以如果 能够简简单单的从 你吃了吗 这样的一句问候当中 提炼出让他 这个热泪盈眶的 这样的提醒和借鉴 那么我们在中华文化的 这个博大精神的内容当中 一定也能够提炼出 许多对我们信仰有益的内容 所以真的应该 我们向圣诞阿姆学习 随着自己信仰的提升 自己的心灵应该变软 自己的人词应该增加 自己的谦卑和敬畏应该增加 对看待世界的眼光应该改变 应该在一切事物当中 不是看到笑点 像许多观众那样 他们觉得是搞笑的 而是看到提醒 而是看到教诲 而是看到能够让自己的信仰 更加纯熟 更加进步的资源 祈求阿拉宋宝贝赖予我们 柔软的内心 纯洁的内心 祈求阿拉宋宝贝赖予我们 观察事物的敏锐和洞见 能够从身边的各种现象当中 提取出对我们的信仰有益的内容 祈求阿拉宋宝贝赖予丰富地回辞 因为他对我们的乌姆 以及全世界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祈求阿拉宋宝贝赖予祝他的罪行 给予他简单的清算在后世 能够使他进入最高等级的乐园 祈求阿拉宋宝贝赖予祝他的罪行 改善我们的品行 让我们能够以穆斯林的身份归于他 让我们能够在后世 与众先知 以及所有优秀的顺从的人一起 在天元当中获得永恒的平安的生活 阿拉宝贝赖予祝他的收看 这下期再见